解救普通人JJPTR传出陷入困境后 过去几天公司动向一直是媒体的焦点 本台记者今天兵分两路 实地走访JJPTR位于槟城和霹雳的办公室 发现该公司的办公室今天都开门投入运作 为投资者办理事务 记者在其中一名职员的带领下 进入JJPTR位于大陆后的总部办公室参观 多名职员正在工作 陆续有投资者上门填写表格及询问详情 受访的职员也强调 该公司接下来的各个分行办公室 都会照常投入运作 让投资者上门登记处理赔偿事宜 接下来都是工作时间都是跟着开的 就是那个form 就是给那些members 没有回本之类的来填写 就是跟网络上的也是一样的 只是有些可能就没有网络 不非常方便 可能他们可以到公司做 至于JJPTR位于医保的办公室同样投入运作 但并没有投资者上门办理投资事务 无论如何自现困风波爆发后 有传言指JJPTR创办人李宗胜已经落跑 但李宗胜今天在官方脸书上传长达两分钟的音频 强调自己目前还在国内 同时他将在5月1号提出方案来解救亏损的会员 那我想告诉你们我还在马来西亚 OK 最近呢有很多人呢就是用我的名字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去相信 因为可能呢 因为我在写着这个新的方案嘛 就说这个新的plan嘛 明天呢其实我们有开会 所以等我们开会了过后呢 把这个plan全部写好好的 OK 然后在这个5月1号之前呢 我尽量呢 就是要说在5月1号 就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时间到5月1号 OK 李宗胜也呼吁投资者千万不要捐款 耐心等候他公布的新方案 NTV7 槟城 霹雳采访了到